星期二新增28,466宗本地確診 而快速測試網上情報平台就收到17,236宗個案 全部是過去兩天經快測確診 當中2,018宗已經完成情報資料 大概是五萬多宗,維持了幾天 接著就跌到三萬多宗,維持了兩三天 現時近這兩天大概都是二萬多三萬宗 我們都需要觀察,我相信再觀察多一兩天 會清楚知道究竟核酸檢測加快速檢測揚性 實際香港每一天現時有多少個案 可能在數字近一兩星期疫情的走勢會明朗些 雖然港府早前宣布將在今個月下旬實行全民檢測 但有消息說因應快測情報平台剛剛啟用 已經有大批市民申報 推算本港或多達兩成人口已經染疫 因此當局會調整抗疫策略 雖然目標仍然是動態清零 但重點就改意降低死亡重症個案 需要在治療上加大力度 期望可以在一至兩星期內有成果 至於全民強檢只是達至以上重點的手段 不是現階段最優先工作 當局會再研究實行日期和做法 據悉,內地專家也對調整策略表示支持 至於過去一天再多160名患者死亡 第五波疫情至今共造成2,365人死亡 死亡率達0.46% 當中60歲或以上人士佔近七成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 第五波疫情最大問題是抗疫政策延遲 認為政府過度依賴過往經驗 導致措施不少時機 又批評當局未盡全力 針對在長者和院舍群組谷針 反而分散資源到所有年齡層 加上初期在急症室分流方面也未做好 最終導致長者和院舍人士死亡率偏高 形容是一個慘痛教訓 東網記者李成德報導